时间走到了现在 美国大选已经进入了定盘的阶段 确定失去亚利桑那州的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 以及宾州法院对于川普竞选团队的法律诉讼驳回 或许拜登不一定可以在接下来选举人票的投票之中 获得了足足306张选举人票 但是最终他还是可以获得270张选举人票 到目前为止,如果你还相信了特朗普可以翻盘的 那么你不是轮子生公护体的 不然就是被一些频道组为了流量再自欺欺人而已 基本上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算是大势底定了 拜登也将会在下一周开始听取的美国国安简报 这个部分已经尘埃落定了 各位不用再争也不用讲什么KFK或KFC什么K的都一样 特朗普他是一定没有办法连任 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事情好吗 这次大选签断了很多人的心思 这两个月不断的挑战老师要打脸的 至少几百个跑不掉了 当然现在都选择沉默 然后还继续坚持真的是不多了 不然就是改个昵称 对不对 不然就是偷偷三个留言 算了一算 其实老师发现一件事 如果要给老师打赌的 老师如果都是履约都收到钱的话 应该可以收到上百万台币 不过想当然耳的这些朋友大多都自行删除了留言 最终也没有一个履约 那也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说得出做不到 就是政治仇恨者最显著的特色 我可以骂人 但是你不能伤害我 这个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对不对 最终要各位记得一件事情 政治永远是别人的游戏 我们都只是万为吃瓜的一个群众 谁赢了我们的贷款都不会免除 谁输了我们薪水还是造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放心 之前跟老师打赌的 无论是几千块美金的 几十万台币的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就划除了个据点 过去的 我们就当做船过水无痕 从此就结束了 好不好 那么这次的大选 难道特拉普没有想用 动用他们的所谓的PB 他们的群众力量 来做赋予完抗吗 其实是有的 只是他在宣称选举有舞弊 准备要动员民众的时候 被媒体直接中断了他的直播 到了前两天 包含什么 美国现任的国务卿彭佩奥 公开的宣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隔一天之后 却有美国白宫出了一个公告 美国将遵守过去的三公报 以及一中政策 狠狠的甩了彭佩奥一个耳光 都在在的表示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无论是特朗普要动员国内的激进团体 或是要挑起中美之间的战火 都已经被巨大的美国的政治机器 给完全的屏蔽掉了 因为你只是一个临时的总统 你只是一任或两任总统 但是美国他必须要长治久安 又什么 铁打的美国流水的总统 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就如同什么了 如同好像是明朝末期的崇祯皇帝 他有心治国 我们必须要肯定他 特朗普他很有心要治国 但是大势已去 军令已经不出了紫禁城 也出不了他的白宫了 所以说实际上他也只是一个图具虚名的总统 形势比人强 特朗普现在假设想要破罐子破摔 但是将会影响到其他的共和党人 或其他的政治人物 他们的虔诚 最终大家都不会去挺他 只能困守白宫等待传国之日 而现在最令人忧心的 不是川普会公开下什么行政命令 而是川普他现在扶植起来的一些军队 会不会在南海故意掀起一些火花 然后借此掀起了滔天聚祸而已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 当蓬佩奥去宣布了台湾并非中国一部分的时候 中国随即做了什么事情 随即恭贺了拜登 这个代表什么事情 这非常有意思 这简直是给特朗普的选情 给了最沉重的一个打击 这个行为的意思代表什么呢 你现在想给我们下套 想请军入翁 让我们来配合你打一场仗 那也得什么 也得你现在说话还算话 当中国承认了拜登是继任总统 意思就是你跟蓬佩奥 你们这两个快过期的总统跟国务卿 讲的话都只是一个毛 如果你还想打 那么请真刀真枪的派军队来打 不然老子不跟你瞎搅祸 最多回你一句颠倒是非而已 所以回到原点 特朗普最后一支希望 就只能放在现在犹如空架子的五角大厦 来看看代理的国防部长 愿不愿意为特朗普去效忠 献出数万美军的生命 来成就特朗普最后的荣光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五角大厦它是掌握的 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单位 一连去职的包含国防部长 参谋长等一些非常重要的将军人士 里面包含了许多机密以及情报 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上 装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瞬间失去的这些人 等于瞬间失去这些情报 跟一些军机的掌握者 这意味着国防部长艾斯培 已经得到了特朗普 他可能想要军事的力量 来进行更多力挽狂澜的经济措施 而这些军人无论对内或对外 都没有意愿来替特朗普掀起一场 可能会让美国的本土都会陷入夜火的战争 带着机密去职 让情报的中书跟经令 他们会有个亲皇不接的时候 你要交接也要交接期 现在你完全不交接了 所以说你想做什么有困难 除非接任的代理国防部长 他一意孤行的一定要发起一个战争 不然他是很难去掌握所有军队的动向 跟他的军力的不搭 这至少可以拖过什么时候 最终还是可以衔接起来 但是最少可以拖过选举人团 他投票以及开票的完成 这样可以避免这样的浩劫 然而有人会提出 特朗普有没有可能 为了让他能够继续连任 用威逼利用的方法 就要选举人团里面的选举人来辩解 比如说我这一周卫斯康星周 我本来就应该投给拜登的 但是特朗普用各种方法逼他 你在投票的时候改投我 对不对 改投我的话 那我就可以票出去就够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 美国历史上不罚这些被称作私信的选举人 也就是你该投谁 但是你后来没有投谁的状况产生 是有过的 而这些选举人在美国历史上总共有多少人 他总共产生过了158位的私信选举人 其中71位是什么 因为他们宣誓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在投票前他们就死亡了 两个人是因为不同原因去权 其他的85人 因为各种原因将票误投给其他人 可能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除了是你个人喜好 这是极少部分 也有一些是意外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有些选举人 他在地方是德高望重的 所以说你被大家授权 你去投这个票 但是他已经很老了 老眼昏花了 去投票的时候 他已经老到什么 老到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次选举的两方到底是谁跟谁 然后在投那个名字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两个名字 到底谁是他自己这边的人 就随便勾了一个就丢进去了 就变成投错票的状况产生 而当时在早期的选举人票 他是秘密投票 就是不记名的 就后来开出来发现这个有问题了 怎么办 可是上面没有名字 问说你们这一个周10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乱投票 那是谁 没有人要承认 我说反正没记名 对不对 我说不是我 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说到后来为止 这个选举人票后来就变成记名投票 杜绝了这个问题的产生 但是尽管如此 到目前为止 所有私信选举人的行为 都没有改变过大选的结果 因为你少数人的错误 没办法跟动过你这个可能差几十票的状况 一个周可能就是很多票了 也没有选举人因为私信 去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为你是德高望重的地方代表 讲一讲 念一念 这可能也就算了 所以说针对这一次大选 如果特朗普他想要翻盘 那就怎么样 你不是只能寄望在一两个人里面给你乱投票 而是必须让40个以上的选举人 他去辩解 全部不投拜承 全部投你特朗普 你才能造成选举翻盘动荡 而他是动荡 而不是完全翻盘 为什么 因为最终这些乱投票的选举人票 还是会被视作为无效票 为什么 例如什么 例如明尼苏达州 他这里的票就变成是说 你宣誓你要去投给谁之后 到时候你违反你宣誓的内容 而去投给另外一个人的话 这个票是无效的 他们州法是可以凌驾于他们所有的状态 所以是说 这个无效票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一件事 很多人在寄望选举人票这件事情的时候 选举人票到现在他只是一个仪式 他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因为你的州各州一开始修法 你不能乱投票 你一乱投票你的票无效 我们还是要派另外一个人去投 结果并不会去改变 所以说当很多人有去说 很多声音在讲 没有到1月20 你根本就不知道 谁会坐上白宫之位 但是按照现在 其实美国现行的法律状况 基本上当每一个州开票完成 法院认证你开票完成 有疑虑的你已经验票结束了 其中一方有效票的州 加起来的选举人票数 都已经达到270张选票了 那就是笃定当选 这个你不需要由白宫去宣布 因为他们的法律是州法已经确定 你这个票是有效的 他就是有效 联邦白宫是不能去指挥 你这个州 他的票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 像这次拜登跟川普他们 好像有些疑虑票 但是川普他不能用白宫的命令 去进行说你一定要从打票 或是从验票 或是我绝你有舞弊 所以说我们赶快所有FBI 什么都进去去调查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州 就是独立一个小王国 所以说当州法院已经确认 这是有效的 对不起白宫 你的命令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这是没有用的 这个各位要了解他的法律层级 所以现在很多的主播 他们还是不但讲说 又有重磅消息 又是实时更新 然后特朗普要准备翻盘 那些只是骗流量的 因为 还是有人不死心 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化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就算他现在有些争议了4个州 有一两个州可能发生这个变的状况 但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拜登 他现在已经当选的事实 这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到现在 特朗普还是坚持的是说 你选票他是有争议作票的一些证据 包含了273页的证据 也没有法院去承认那些是有效的证据 而且这些证词也是不被认可的 所以说最终计票的州 证明选票没问题 拜登真的已经完完全全的跨过这个门槛 无论如何 无论你相信什么 无论你相信KFC还是KFK 无论你相信什么未来人 或是相信任何短短信仪 或是相信什么轮子神功天下无敌 神佛都来救 或是什么大天使下来帮忙 都不可能已经定局了 拜登已经胜选了 如果老是还是错的 那么不是老是错 包含了英国、澳洲、德国、法国、中国等 世界所有强权都错了 只有你对 各位你觉得几率是多高 难道大家都错了 就轮子神功天下无敌 他是世间唯一的真理吗 不是 这不可能 这个他们总不会说是连教廷、教宗 或是其他天主教会都是邪教 那究竟轮子神功才是唯一的政教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美国这个国家 因为这次的选举造成了一个国内的一个撕裂 将会落入什么样的状况 落入了日不落帝国的后尘 迈向了长期的衰退 如果老师只能说 藉由这个事件 我们今天赶快把这个话题总结 如果你因为说我们还有一个美国梦 比如说现在二三十岁的人 他可能还有一个美国梦 因为几十年前 美国是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去美国都可以发财 去美国得永生 对不对 你现在此时此刻 如果你还想移民海外 移民欧美 老师觉得 你应该先掂量自己 如果你带中港台 你本身都没有办法成功了 都没有办法挣出一片之地了 那么你去了美加澳或是欧洲 那么你能够期待的 就只有一件事情 怎么样 移民顺利 然后去吃他们的国民福利 比如说你那边没工作 吃他们的低保 对不对 最低收入会给你补贴 老了以后 吃他们的一个国民待遇 吃他们养老金过一辈子 如果你想升官发财 对不起 你在中港台做不到的事情 你在美加澳 欧 你也是做不到 这个是一个摆上钉钉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整个欧美的体系 它慢慢的会从这个地方 慢慢的衰落下去 而亚洲会慢慢的下 亚洲不是只有中国 亚洲不只有中国 包含日本 韩国还有东协 这些大亚洲地区 都会慢慢的起来 欧美帝国 他的势力就要往下去弱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吗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 落到了一些机会 来去提供给一些 华裔的新移民 这个是有限制的 如果你在美国可以成功 是因为你很有本事 那么你可以觉得去美国 比如说你是高科技人才 或是你一些 比较高端的技术人员 高阶段服务人员 比如说医生律师什么的 你很有实力的 那么你去 你去哪都会发财 在中国你也发财 在香港你也发财 在台湾你可能发不了财 在美国你也可以发财 好吧